好,那么记住我们的管理部分 首先管理部分呢,主要是进度,质量,安全 和验空机架,进攻验收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首先是进度 进度这个点上面,我们先不看 它的文字内容,先不看文字内容 那么在这个地方,首先 考到的第一种考法是 给出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然后呢,完上横道图 横道图 那么这个呢,通常说 有A,B,C,D 若干个工作,若干个工作 然后问你,他 文字背景中描述的是这样 A,开工了 十天以后,B可以开始施工 B,完工了以后 C,才能开工 C,完工了以后 停七天,D才能实施 然后E,可以和D 同步施工,等等 做这样的描述,然后给出一个表,叫你 把那个表格给我汇上去 然后用横道图把它完成出来 画出来 这是第一种考法 这个是最简单的 你只要能读懂文字 你就能够画得出来 对不对 那比如说 这个A,B,C,D 好,那么 A,持续时间二十天 他开始以后 这是A工作 这是A工作 B工作 10天以后 B工作可以 他持续时间30天 好,C工作呢 要在B工作 那个什么 结束以后 才开始做 D工作呢 可以和C工作 同步开始实施 好,那么这个呢 是持续的10天 这个持续的5天 还有一个 A工作 必须等到B工作 完工后7天 7天 7天以后 才能开始 他持续5天 好,然后叫你画横道图 这个应该是送分题 应该是送分题 好,这个是必须要回答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好,第二个考 这个 同样是横道图 要求计算的 要求计算的 那么我们在讲那个 在讲那个 诶 讲路面结构成施工的时候 有一个搭接流水 S图 S 好 F图 F 好,那么这个呢 在考试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给了 底基层 基层 面层的施工 底基层 底基层 施工 它的速度是多少呢 它的速度是 每天600米 每天 每天600米 每天 然后基层呢 基层每天 500米 每天 然后呢 力气面层呢 是 600米 每天 好 然后呢 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呢 它有一个最小的工作面长度 告诉你最小工作面长度为多少呢 为 1200米 1200米 好 1200米 然后呢 整个全段长度是多少呢 全段长度是 呃 全段长度 我看算多少 全段长度 暂时不管了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底基层和基层施工的时候 哪个块 底基层块 那么 前块 后卖 前块 后卖 我们用的大街形式是 s2s 就是开始到开始 开始到开始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底基层基层都是我干的 结果你是 哎 你某某人是某某某领导的亲戚 然后那个领导直接说 底基层拿给别人干了哈 你不准干了 那么是不是抢了我的饭碗 我们两个就有仇了 一旦在工地上见面就会打架 那么于是就要确保我们两个工 在工地上有一个绝对的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多少 1200米 我连你人都看不清楚就不会打起来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先进场 然后我再进场 那么这个就要考虑我们两个之间的 这个先后进场的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 由于你干的快 你是600米 每天 每天 我是500米每天 好 然后紧接着呢 紧接着 我们两个的安全距离是 多少 1200米 1200米 那么只要 因为你比我干的快 只要你 我进场的时候 我和你有1200米 后面你离我的距离 是不是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比我快吗 对不对 就像两个跑长跑 你先进场开始跑了 本来你又比我跑的快 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越拉越远吗 保证在这个工地上 我永远和你的距离 是大于1200米 那么于是我只考虑 你进场 多少天以后 我再进场 这样确保我们两个 在这个工地上 老死不相挽来 1200米 两天 相当于A作业段 进场 A班组进场 两天以后 B班组再进场 那么 好 这两个单位 在这个工地上 永远不会见面 永远不会见面 好 持续到这个时候 对到这个时候 那么他的工期 是不是这个 S2S的搭接时间 两天 加上B班组干的 完整时间 是不是就是他工期 同时你也就把 横道图给我画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 又看基层和面层了 同样的原理 那么 这是基层的 B班组 好 这是面层的 C班组 那么 由于B班组 比C班组慢 相当于前面是乌龟 后面是兔子 早晚一天 你会被我脸上 那么我们同样 安全距离是 1200米 那么我只要保证 我只要保证 我退场的时候 慢的这个人退场的时候 这个干得快的 能离我 还有1200米的距离 就行了吗 所以是结束到结束 确保这个距离是 1200米 好 这1200米谁干的 干得快的 这个人干的 1200除上600 两天 相当于 B班组退场 的那一天开始 C班组 还有两天的活要干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 C班组退场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工期呢 工期其实就是 B班组持续的时间 加 他们的F2 F的 大节时间 大节时间 两天 就得到了 他的工期 同样的 画横的图 也是这样画出来的 这个其实画得出来的 就是横的图 如果 如果 还有养护期的话 如果有技术间接 七天的养护期 那你在这个的基础上 再往后推 七天就行了 因为 B班组干的活 谁去养护 是B班组的人去养护 所以养护段的 作业范围 仍然属于B班组 为了不发生矛盾 那么这个地方 再单独 外延一个七天的 养护期就够了 横道图就画出来了 清楚没有 这个就是你们 相馆里面应该也讲过这个吧 大街流水施工吧 大街流水施工 好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什么 大插法 大插法 那么我们只介绍一种 不窝工的大插法计算 不窝工的大插法计算 那么 比如说有五道寒洞 五道寒洞 那么每道寒洞的工序呢 分为基础开挖 基础清理 胶筑 台深 盖板 回填 然后呢 这个地方基础胶筑后 有四天的间歇 然后呢 台深做完以后 有两天的基础间歇 好 那么这个是五道寒洞 每个寒洞 用一个班组 或者说 每个工序用一个班组 A B C D E F 那么总共有六道重要工序 就应该有六个班组 那么六个班组 你要让这些班组进场以后 从他进场开始干活 一直到他活干完 退场为止 中间没有窝工 这个称之为 无窝工的流水之宫 那么这个怎么算的呢 同工序 这个同工序 累加成书链 错位相见 那么 第一个 A班组 B班组 C班组 D班组 D班组 F班组 好 那么A班组进场多少天以后 B班组才能进场呢 看A班组 A班组 进行积极开挖 第一个行动用了两天 到了第二个行动 他进场了多少天 四天 好 第三个行动六天 第四个行动八天 干完第十个行动 第五个行动 他总共干了十天 他退场了 二四六八十 好 基础清理B班组呢 B班组 同样的 他必然是滞后于A班组嘛 因为A班组 必须把第一个行动挖出来了以后 B班组才能进场干活嘛 所以他必然是滞后的 所以他从这开始 同样的 他的这个工序持续时间 累加 二四六八十 错位相见 二 二 都是二 四十 好 最大值是几 二 那么也就意味着 A班组和B班组 先后进场的时间间隔 K AB 等于两天 相对于A班组进场两天以后 B班组可以进场 那么 B和C呢 B和C呢 那么来看看B和C 二 四 六 八 十 然后 C呢 C是四 八 十二 十六 二十 好 那么对减 二 零 负的 负的负的负的 那么 仍然是两天 那么也就意味着 K B班组进场 和C班组进场的先后间隔时间 是B进场两天以后 C进场 C进场 好 然后紧接着呢 C和D呢 同样的 四 八 十二 十六 二十 得 哪一个 八 十六 二十四 三十二 四十 最简是多少 四 零 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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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管 那么最大值是四 相当于 这个 C班组进场后 四天 B班组可以进场 从而能确保他们都能够连续性作业 没有窩功出现 K C D 就等于四 那么再计算一个呢 这个D和1呢 K D 1 好 那么是 八 十六 二十四 三十二 四十 那么这个后面这个是四 四 八 十二 十六 二十 好 这两个减 八 这个是多少 十二 这个是 十六 对不对 这个是多少 二十 这个是二十四 这个是负的 二十 好 那么最大值二十四 相当于 第一班组进场 二十四天以后 一班组进场 好 那么画横道图的时候怎么画 画横道图怎么画 A A班组 进场后 两天 B班组进场 B班组进场后 两天 C班组进场 第一班组进场 四天以后 第一班组进场 第一班组进场 二十四天以后 一班组进场 就这样画 那如果这个地方 又说 我看是哪个 台声完成后 至少需要等到两天 才能加盖板 台声完成 两天 两天以后 才能加 安装盖板 好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刚才我们算的这个是 大街流水了 再加一个 技术间歇的两天 所以这个二十四还得往再往后推 推个两天 前面这个是二十四嘛 二十四 好 然后再往后推 两天 那么他真实的开始时间从这 把这个组织间歇或者技术间歇 再给他 在这个搭建流水的基础上 再往后延两天 才是一般主的进场时间 这样就行了 横道图也出来了 工期也出来了 工期是什么 K值 若干个K值 六道工序有几个K值 六道工序有几个K值 五个 那么五个K值 五个K值 加起来 再加什么东西 最后一道工序的持续时间 最后 工序的持续时间 然后再加必要的组织间歇 或者是技术间歇 里面有个四 有个二 加六天 就是他的计算工期 计算工期 画横道图就按我这个来画 那么 看我们计算的对不对 第一个K12 一号版主和二号版主 间隔两天 K23 两天 K34 4天 K45 24天 K56 4天 五个K值 全部出来了 好 来 完善横道图 或者是计算工期 计算工期 是不是K值 加K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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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K值 加起来 加最后一道工序的持续时间 就是六号工序的持续时间 为三十天 再加必要的间歇 一个两天 一个四天 加起来 总共的计算工期 72天 来 完善横道图 这个开始 两天后 第二个工作开始 第二个工作开始 两天后 第三个工作开始 第三个工作开始 四天后 这是四不四天 我们算出来 K值就在这 K12在这 两天 K23在这 两天 K34四天在这 K45在这 这是K45 等于24天 但是说了 这个地方 这是两天两天的 那么假设这个地方 是有四天的一个间歇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再单独加一个Z 间歇是 技术间歇 组织间歇 是用Z来表示的 那么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Z的四天 那么于是 它的开始工期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 这个呢 既然算出来是四天 那么背后四天 这个工作开始后四天 这个工作开始 这就是大查法 完善横道图 计算总工期 对了吧 这个你们 相馆里面有没有啊 没有啊 方法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的 大查法都是一样的 算法呀 没有别的算法啊 好 那好 这是第一个 横道图的 与横道图有关的 一种考法 全部都给大家讲了 好 第二个呢 是网络图的 双代号网络图 好 双代号网络图呢 在这个地方 首先一看到图 你要能够找 什么 哎 关键线路 找关键线路 和计划工期 这个就不用讲了吧 这个大家都会 你们老师 讲过一条一条的加码 这是一种 找关键线路的 一种方法 第二种 简便的呢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给的这个双代号网络图 往往都是比较规矩的 所以你直接画区间来找 也是可以的 找区间来找 也是可以的 这个A肯定是在 这里面哪个大 30大 对不对 这个是负5 这个是负10 那么往往是走这个地方 然后呢 35和50哪个大 50大 然后看逻辑关系 下着来不 下着来 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和50 负的15 然后这里面呢 45 40 35 肯定45大 但是逻辑关系上得去不 上不去 好了 那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40的这个 40和这个呢 这个有个正5 但是它仅前有个负15 说明我走的这条线 还是要比这条线 长10天 所以我走这条线 有问题没有 关键线路出来了 关键线路 这个是负5 关键线路出来了以后 计划攻击就有了 15加30 加50 加40 加10 计划攻击有了 计划攻击有了 然后我这里面标的负5 负10 是什么东西 该线路的 时差 那比如说 我现在来看这条线路 这条线路 这条线路的总时差是多少 是不是负的15 加上一个5啊 因为它是正5嘛 4加5嘛 没问题吧 等于多少 10天嘛 负的10天 也就意味着这条线路的总时差多少 10天 好 那么我们又来看看这条线路了 这条线路 不可能走这吧 不可能走这吧 我们是要找最长的一条吧 走这了 好 那么这条线路上面只有一个负10 所以低工作的总时差负10 那么同时呢 这里面前面是关键线路 后面是关键线路 所以它的自由时差也是负10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这样 我通过这样的把数字标在上面以后 躲在线路的总时差也有了 关键线路也有了 计划攻击也有了 这个呢 稍微简便点 当然对这个方法 不熟的人可以按你们项管上面的那种一条条的去找 也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假设它告诉你计算时间参数呢 六个时间参数 六个时间参数 好了 它不叫你计算完整的六个时间参数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个是ES吧 这个是EF吧 这是LS吧 LF吧 这个是TF吧 这个是FF吧 好 知道这几个是最早开始最早完成 最迟开始最迟完成 这个是总时差 这个自由时差 你要知道 那么考试的时候 它说 请你计算一下 请你计算一下 机工作的LS和FF 哦 你看LSFF是什么东西啊 完了 不知道 这个是吗 自由时差 这个是什么 最迟开始时间 这完全有可能的呀 对不对 它认为你应该是会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这几个符号 你得给我记清楚吧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更过分的 它不叫你计算这个 它叫你说 9.7这个地方 给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标了一个什么 EF 哦 ET哦 ETLT ETLT分别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节点最早出现的时间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节点最迟开始的时间 是不是这个嘛 好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哈 来看看这个的 ET ET ETLT 顺向相加 仅前找最大 7号节点的顺向相加 15加30 加50 95 95 就是这个 这个最迟 这个最早出现的时间 多少 就是最早结束时间了 最早结束时间 是不是95嘛 然后呢 最迟结束时间了 这个的计划攻击是多少 15加30 45 45加50 95 95加40 100 135加10 145 145 145-10 135 135-35 100 LT是多少 100 出来了 对不对吧 然后这两个相减 总是它出来了没有 这两个相减 5天 100-95 5天 也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你们如果不会算的 赶快去看看 季老师的那个双代号网络图里面的一个讲解 这个要求大家要会的 因为什么 那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不会叫你算 算什么最早开始时间 最迟开始时间 用中文表示 还是用符号表示 你这几个符号你的认识吧 一个是算节点的 一个是算节点的 一个是算工作的 六个时间参数 这个要知道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 这个双代号变单代号 会不会变吗 这个就很简单的嘛 对不对 双代号变单代号是最简单的 我认为 纯粹的送分 你就直接 单代号是不是 单代号的节点表示的是工作吧 间线表示的是逻辑关系吧 这个双代号里面的间线表示的工作 节点表示的逻辑吧 对不对 于是乎怎么办 我把它这个用圈起来嘛 把工作全部用圈 用节点圈起来嘛 在原图上面找它的逻辑关系就行了嘛 1的仅后有 B C D B的仅后有 1 F C的仅后有 F D的仅后有F E的仅后G H 然后F的仅后有I和H 然后G的仅后有 什么J H的仅后J 然后I的仅后J 你直接把你在这个图上面画的这个 直接搬到你答题纸上 满分 这是最简单的 当然用单代号变双代号就稍微麻烦一点了 就麻烦一点了 稍微看一看吧 对不对 这种方法你得掌握一下吧 得掌握一下吧 好 那么又会出现 你们在项管里面讲到的 如果有多个起点节点的时候 你们应该用什么符号表示 多个起点节点 是不是要给一个虚起点啊 ST吧 对不对 你有多个结束节点的时候 你们的那个符号是什么 FIN吧 FIN吧 对不对 同时这个单代号网络图里面 这个节点里面 这个是什么 编号吧 这个是工作吧 这个是时间吧 持续时间吧 那基本的表达形式你要知道吧 对不对 基本的表达形式也要知道 单代号网络图里面有没有虚界线啊 没有的哦 单代号网络图 没有虚逻辑线的啊 这在双代号网络图才会出现这个东西 表示逻辑关系的这个虚界线啊 单代号网络图里面是没有虚界线的啊 那么这个基本的这几个你得会吧 这几个你得会吧啊 你为什么这个直接会牵扯到我们的变更索赔 变更索赔 那么我们的关键线路是这一条 这一条 然后然后他说 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是复时了 他的自由时差复时 或者说他所在线路的总时差为 十天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工作 第一 由于业主的原因 监理的原因等等等等 什么设计的原因 导致供期滞后十五天 然后引起的 莴公费用损失为十万 然后呢 供期延期十五天 然后请问 是否可以索赔 首先判例 业主 出的问题 责任人是业主 所以可以索赔 那么费用啊 何索赔 供期吗 十五件 他的总时差十天 等于多少 五天嘛 最终可以只索赔五天嘛 他会结合这个地方来考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回答 这个是必须要回答 好 那么 这个大家就要知道一下了 知道一下了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简单的再说一下 那比如说哈 比如说 嗯 呃 这个 这个工作之后了 这个是关键线路的关键工作吧 是这样的了 是这样的吧 关键线路 好 这个工作之后了 之后了多少呢 之后了十天 然后呢 业主又要求 按原合同的计划工期完工 那么这个导致延后的十天呢 又是建设单位原因导致的 然后说建设单位 给你赶工措施费 给你赶工费 然后叫你进行赶工 那么你要给出合理的赶工方案 好 那么这个时候他说 一工作 可以压缩五天 然后呢 他所发生的费用为 呃 0.2万 每天 好 然后又说 基工作 可以压缩两天 可以压缩两天 然后费用是 0.1万 每天 然后呢 H工作 可以压缩 呃 五天 然后费用是 0.5万 每天 然后呢 还有一个 I工作 可以压缩多少呢 压缩 十天 啊 然后呢 所发生的费用是 0.2万 每天 然后接工作呢 可以压缩多少呢 压缩 呃 压缩七天 总共只有十天啊 总共只有十天 那么也 也只压缩个 那这样 这个地方可以压缩六天吧 H工作 可以压缩六天 然后压缩六天 接工作可以压缩四天 所发生的费用 也是0.3万 0.2万 每天 好 这个时候 请问 工单位要赶工的时候 本则经济的原则 我们这个 工期压缩计划 应该如何 上报 首先 明确第一点 我们只能压他的紧后 你否则 这个和他有逻辑关系没有吗 这个和他半毛钱关系没有 他没有逻辑关系 不是他的紧后 所以你这个一 纯粹干扰下 随便你再便宜 我压他 能不能把这十天给我赶回了吗 赶不回来的 所以这两个 根本就排除了 不用管 好 那么紧接着 我只能压紧后 是不是只有I H和J 好 第二个原则 费用最低原则 第三个原则 费用最低 这个是H是0.5 I是0.2 J是0.3 那么原则上 我们应该压缩什么 0.2的 是吧 最便宜 但是你压缩0.2 能赶得回来攻击波 因为它不在关键线路上 你压了没用 现在 那么我们应该压的什么 紧后里面的关键线路 应该压H H压缩6天 压缩6天 好 注意I工作的总值差多少 5天 你相当于H工作压完6天的同步 这个时候H已经不是关键线路了 逻辑关系发生变化了 这个时候相当于 你把H压缩了6天 那么I工作就变成了关键线路 那么于是I工作就要跟着压多少 不少一天 这个地方5天加1天变成6天 好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这个关键线路有这一条 有这一条 然后接工作呢 再压4天 才能满足我的要求 这个地方 一费用最低 二要检查逻辑关系发生变化没有 非关键线路变成了关键线路 你压缩过的关键线路变成了非关键线路 那也是没有钱的 也是不对的 清楚没有 这个地方压6天 这个地方压4天 正好是10天 好 很多人认为够了 正好10天补回来了 但是逻辑关系变了 原因是 这个地方只有总值差只有5天 你这个地方压掉了6天以后 已经超过了我的总值差5天 所以这个地方I工作要跟着压一天 变成6天 变成6天 那么于是乎费用呢 这个地方6天 5 6 3万 这个地方4天 是单是1万2 1.2万 这个地方压了一天 0.2 所以他最终的赶工费用应该要多少 4万4千块钱 4.4 4.4万 这样才能够把这个赶工完成 同时自己不亏本 清楚没有 这个万一考到的话 要会 要会 因为在市政教材上面 他对这些 他是这个双代号网络图业好 单代号网络图业好 他的应用 都没有过多的讲 讲得很肤浅的 那么考试的时候 他未必会那么简单 因为他认为你学过相馆的 学过相馆这些东西他都有 他都有 注意这个事情 好 那紧接着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石标网络图 这个就不用我讲了吧 学个相馆的人 前锋线比较法 会不会啊 这个该会了吧 好 那么 第八月末的时候 就是九月的时候 先把理论线给我画出来嘛 再按检查表的结果 再把实际进度线给我画出来嘛 那么谁工作的之后时间是多少嘛 这两条线之间夹了几个月 就是几个月的之后嘛 然后再来看波浪线 因为双代号石标网络图里面的 波浪线就是该工作的自由时差 他的自由时差三个月 那么这个地方之后三个月 可不可以索赔工期 可以索赔零个月 对不对 好 一工作呢 一工作所在线路的 自由时差有没有 没有 这两条线中间夹了两个月 所以一工作之后两个月 影响总工期两个月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责任人了 找到责任人 你就能够判定出来 我到底是否可以索赔这两个月 而这个呢 F工作 同样的这两条线之间夹了两个月 就说明F工作进度之后两个月 那么可不可以索赔呢 他自身的自由时差有两个月 即便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月 但是他所在线路 仍然是有两个月的 所以这个不可索赔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的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个是进度这一块 进度这一块 好 那么回到我们讲一上来 进度这一块需要大家额外知道的文字部分在哪呢 就是假设我通过进度检查 发现我的进度之后了 发现我的进度之后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对进度进行调整 这是第一个调整 那么调整的时候 这是跑哪去了 好调整 调整在哪呢 在你们讲一的二十页 第七大点 调整 进度调整的 依据 主要是我们的进度检查结果 那么调整的内容呢 工程量 期指时间 持续时间 工作关系 资源供应 这是我们调整的内容 这个是做简答的 做简答的 好第二个呢 我们的进度计划呢 主要包括控制性进度计划 和实施性进度计划 在你们讲一的 第五大点 控制性进度计划 主要包括 年进度计划和季度进度计划 还有一个实施性进度计划 主要是月寻周 这个地方 至少是可以做一个多选题的 多选题的 好那紧接着 紧接着 下面进度检查完成了以后 是不是要出一个进度报告 进度报告 那么进度报告的主要内容 我只要求大家 掌握什么东西 前面的名词 比如说工程项目 执行情况的综合描述 这是报告内容之一 第二个是实际施工进度图 第三个是工程变更 价格调整 索赔和工程管支付情况 第四个是偏差原因分析 第五个是 待解决的 那个解决问题的措施 第六个是 调整意见和建议 这个可以记一下 这个可以记一下 其他的暂时不管了 而质量方面呢 质量方面 首先我们质量管理的全流程是 在工程到手了以后 我们先编写一个质量保证计划 质量保证计划 质量保证计划 编写好了以后 那么这个质量保证计划 编写的时候 首先就要知道 我们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编写的要求有什么 编写的内容有什么 然后计划实施有些什么具体要求 实施有些什么要求 然后紧接着这个质量保证计划 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验证 验证完了以后 后续就是质量计划实施 分两个阶段 一个施工阶段 一个是施工准备阶段 那么全程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其中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 质量影响因素是 人 积 量 法 还 这个不用讲吧 这个你们项馆上面 可能老简都听出来了耳朵 对不对 好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明确了质量影响因素以后 就要开始编写质量保证计划 质量保证计划 是在项目策划阶段编写的 同时由项目负责人 施工项目负责人组织 这个地方知道一下 然后呢 这个质量控制呢 应该是一个全程控制 从检验批分布分项单位 全过程控制 全过程控制 好 知道这个够了吧 知道这个够了 好 那紧接着呢 这是编制要求了 那么编制的内容呢 这个编制内容 我们只记几个大的内容就行了嘛 那几个大内容 第一个 这个质量保证计划的主要内容 包括明确质量目标 质量风险及特殊过程的识别 第三个 确定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 第四个 质量管理措施 质量管理措施 好 第五个 质量控制流程 对不对 好 那么你至少质量保证计划的五大内容 这几个大名词你得给我记清楚 记清楚吧 做一做什么 按理题的简答题 你得知道吧 对不对 知道一下 好 那么其中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质量管理措施 质量管理措施呢 主要是确定工程关键工序特殊过程 针对这个 我们要编写技术标准 保证措施和作业指导书 啊 作业指导书 然后呢 针对特殊过程呢 要进行连续监测 这个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后面的这个就算了 哎 三种自检 自检员检查 还有什么 质量工程专业检查 称之为 质量控制流程里面的三检字 这个三检字你得知道 啊 三检字也要知道 好 那么这个是质量保证计划的编写内容 那么在质量计划实施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质量计划的一个实施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是牵扯到一个总分包的一个问题 总分包的问题 总包单位就工程质量 质量保修 向发包人负责 分包人向承包人负责 承包人就分包工程 质量问题向发包人承担 年代责任 你就记到这儿就行了 实施的时候 只记这一句话就行了 我觉得其他的就暂时算了吧 其他的就暂时算了 其他的 最多最多把这个 质量控制的时候 实行的是样板字和手段验收字 把这个记一下 其他的不用管 其他不用管 然后紧接着就是质量计划的验证 验证 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PDCA 这个应该可以记下 这个应该可以记下 然后紧接着 就是质量计划的具体实施了 具体实施了 实施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自工准备阶段 一个是什么 自工阶段 自工准备阶段呢 我们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 包括组织准备 技术准备 物质准备 现场准备 资金准备 自工准备阶段的 质量管理内容 好 那么就记这五个名词 西部内容不管 西部内容不管 好 那第二个呢 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呢 首先明确 施工阶段 影响施工质量的 主要因素 有哪些因素啊 一 机 机具控制 二 人员控制 三 材料控制 人才机的控制 对不对 施工阶段主要是 施工质量因素控制 第二个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那么其中 施工质量因素控制的时候 主要是控制人才机 而施工过程控制的时候 施工过程控制的时候 主要记三个大名词 哪三个大名词 一 特殊过程控制 二 不合格产品控制 第三 分部分向工程控制 分部分向控制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 不合格产品控制的时候 不合格产品控制 主要不合格产品 我们的 处理方法 处置方法 有哪几个 返工 返修 让步验收 降级使用 和拒收 四种情况 就是单光小二 然后以及下面 分向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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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讲主要重点 掌握哪个呢 技术交底内容 技术交底内容 这个交底内容 包括工具材料准备 施工技术要点 质量要求及检查方法 常见问题及预防措施 这个得给我背下来吧 这个得给我背下来 其他的 不要求 其他的我觉得 没有必要要求了 感兴趣 自己看一看 好 然后安全 第三大块 安全 安全呢 首先 首先 我们针对于工程的安全呢 我们首先接到工程以后 首先要明确 四种工程常见 有哪些安全事故类型 事故类型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事故类型 有高度坠落呀 物体打击呀 触电啦 机械伤害啦 塌方啦 震毒自息啦 火灾啦等等 好 那么这几个呢 这几个事故类型呢 我们为了控制安全事故呢 主要要把好安全管理的 安全生长的六关 哪六关 措施关 交底关 教育关 防护关 和什么检察关 以及改进关 这个六关 你得背一下吧 然后导致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 有什么 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的不安全状态 还有什么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 及管理的缺失 尽名词就行了 主要因素和措施 那么这里面 导致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 人 物 环境 管理 四大原因 四大原因 好了 那么明确好这期以后 一个工程在实施之前 我们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所干的这个工程到底有没有风险安全风险 所以干的第一个事情安全风险识别 安全风险识别 那么安全风险识别所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识别前的资料收集 第二个呢对安全风险原因素进行识别 然后进行分析建立安全风险清单 因素清单 那么这里面存在有一个安全风险因素的识别方法和安全风险分析的方法 识别方法 风险分析方法 在什么地方 第四大点 安全风险识别分析 里面的第二小点 第三小点 分别是 安全风险因素 识别方法 第二个是 风险分析方法 这个要么出多选 要么出检查 要么出多选 要么出检查 好 然后紧接着分析出来的安全风险呢 我们根据它的损失程度 发生概率 破坏程度等等来进行安全风险的分析 这个分析呢 主要分为一级风险 是最高风险 二级 高风险 较高的 然后三级为一般风险 四级为低风险 知道这个就够 知道这个就够 其他的不用管他 其他不用管他 翻过来 好了 针对于我们识别出来的安全风险呢 我们就要进行 风险告知 安全风险告知 那么安全风险告知牌呢 在我们 威大工程施工的现场 复制安全风险告知牌 这个安全风险告知牌 应该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安全风险告知牌 包括 主要的安全风险 可能引发的事故类别 事故后果 控制措施 应急措施和报告方式 这个要求费 这个肯定是在案例体里面的 肯定是在案例体里面的 好 然后呢 重大风险的地方设置 明显的安全几时标志标牌 并且要加强监测和预警 那么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好 然后 把安全风险告知牌 立好了以后 在工程 风险较大的 分部分向工程实施的时候呢 我们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那么这个预防措施 主要有哪些 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应急措施 有这三个措施 对不对 这三个措施 你得给我圈起来吧 对不对 这个是安全风险的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 然后下面的内容呢 下面的内容 下面的内容暂时 暂时先不管吧 有个单关小事 下面部应该通过 安全培训教育 那个班前讲话 和安全技术交底等方式 告知岗位人员 岗位存在的安全风险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这个可以看看 有三种形式 让作业人员知道 他所存在的 所干工作的一个安全风险 这个可以记一下 这个可以记一下 那么这个是安全风险的识别 识别出来的安全风险呢 紧接着 紧接着在225页 225页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要编写 安全保证计划 保证计划的内容不用管 保证计划的内容不用管 好 然后呢 这个保证计划呢 在实施过程中 要进行控制和改进 那么控制改进里面呢 针对于过程控制的时候 就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当查出有安全隐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排查的时候就会排查出隐患 这个隐患呢 我们采用五定原则进行整改 五定原则 有的地方又说三定原则 三定原则指的是 定人 定时间 定措施 那么把这个三定原则里面的人 给我扩展一下 一个是整改人 定整改人 定整改完成人 定整改验收人 定整改完成人 定整改责任人 定整改验收人 变成了三个人 把这个人分成三个 一个是什么 整改人 一个什么验收人 一个什么 那个责任人 对不对 责任人 把这三个人合并在一起 就变成三定原则了 这个五定三定要知道 五定三定要知道 这个是对安全隐患的一个整改 这个点呢 是出过简单题的 所以需要大家注意 万一他今天考过 考一个什么三定原则 三定原则 这个你得搞清楚 好 下面这个不用管 评估 评估 安全风险计划的一个评估 评估 里面就会出现这个 有个改进 当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当企业项目组织机构 体制发生重大变化 还有当发生过安全事故 那么我们这个安全保证计划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了 进行改进评估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需要及时组织安全生产计划评估的情况 这个三个可以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安全生产措施 我看一下 安全生产措施 这个地方 总分包的 总分包的 掌握一下这个就行了吧 总分包的这个安全管理责任 在225页双括号大二里面的 第四小点 总分包安全责任里面的 单括号小一 知道了没有 225页双括号大二 最下面双括号大二里面的 第四小点里面的 单括号小一 就是安全控制总包方责任 分包方责任里面 这个总包方应该有负哪些责任啊 审查 分包方的安全生产资格和安全生产保证体系 第二 在分包合同中明确双方的责权力 第三 对分包方提出的安全要求 进行认真的监督检查 第四 对违反安全规定 满干方要提出停工整改 第四 总包方要统计分包方的三王事故 并及时上报 那么这个是总包方对分包方的一个 安全管理的所承担的责任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安全 专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的一个要求 这个配备呢 市场工程有没有按这个说的 没有 好 那么 只要记这个 这个就行了 那么按合同造价 每五千万赔一个 一个亿以上至少配三个 并且要按专业来配 按专业来配 道路工程 桥梁工程 轨道交通工程 是不是不同的专业 那么比如说 路级工程三千万 桥梁工程六千万 轨道交通工程三千万 你配几个吗 道路工程配一个 轨道交通工程配一个 然后六千万的 六千万的桥梁工程 是不是配两个吗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呢 老物分包企业 五十人以下一个 五十到两百人两个 两百人以上三个 就这个和这个 第二个 第三个就行了 其他不用管 安全生产责任制不用管了 还有一个就是 安全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 这个没什么可考的 暂时不管 这个地方有一个 二百二十六页 生活大福 生活大福 这个地方有一个第三小点 三级安全教育 对不对 在前面我勾过这个三级安全教育 在这个地方内容 三级安全教育 那么分美三级 然后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什么 其中那个班主一级的 那个教育学习内容是什么 然后项目一级的学习内容是什么 这个需要掌握一下 然后下面双方大六里面的 第三小点 第三小点 这个涉足到安全教育的 敲教育以后 牵制的人多了一个谁啊 专制安全生产管理人 技术教育就两个人牵制 而安全内的有三个人牵制 多了一个人哈 多了一个人 然后二百二十七页 最上面第八大点 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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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设备管理呢 设备管理呢 我们主要注意哪个地方呢 针对于特种设备的 比如说卡式或者门式启动机 电动吊栏 或者是垂直升降机 这些呢 要求第三方检测 检查 检查什么 安全保险装置 限位装置的说明书 第二 维修保养合同 维修保养及运输的说明书 和产品的鉴定及合格证书 和安全操作规则 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 这个要背 这个要背 好 然后针对于设备呢 我们的使用要求的是 单定原则 定机定人定岗位之则 三定原则要求要背 好 那么这个是针对于 设备的 各种设备的 各种设备的 这个要求要背下 然后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 来 安全检查 检查内容不管 那么检查形式 检查形式 这个地方检查形式 有定期检查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季节性检查 那么日常检查呢 由项目负责人每周进行 日常检查 专职安全员每日寻查 然后专项检查呢 由专业人员 进行检查 那么企业项目部 每月要进行一次 然后还有一个 季节性检查 主要是针对于气候的 那么这个呢 有哪几种形式 分别是由谁 来进行的一个检查 这个要求大家要掌握 大家要掌握 好了 检查的方法呢 这是检查形式了 检查的方法呢 要常规检查 安全检查表法 还有什么东西 检查 仪器检查法 有三种检查的方式 有三种检查的方式 好 那么检查出来以后 检查出来以后 对检查结果进行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就 评价就算了吧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三定原则了 这个三定 是不是变成定人 定时间定措施了 那么其实把这个人 给它扩展一下 是不是就完成人 责任人 验收人啊 所以三定五定原则 其实就是同一个 它无非是把三个人 并成了一个定人 这个我认为就没有必要背了 没有必要背了 好 那么这个是 安全检查的评价 和下面的安全检查资料 安全检查资料 在一五年一件 考过检查的就算了 算了 然后过来 安全事故划分 安全事故划分呢 在我们一件教材上 是没有的 但是有可能会考到 那么安全事故 等级划分 这个大家知道吧 一般较大 重大 特别重大 然后呢 死亡人数 三十 三十 经济损失 一五一十 一千万五千万一个亿嘛 群伤人数 一五一十 十人五十人 一百人嘛 对不对 分别分为 一般教大 重大 特别重大 好了 然后这个的 上报流程是什么 你们不用看讲义 我直接说给你们听 事发 以后 现场人员 及时上报 事故责任单位 紧急情况 还可以直接报 安全部门 对不对 好 然后 责任单位 要及时的报到 什么 县级人民政府 那个时间是多少 一小时 一小时报 县级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富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相关部门 然后县级政府 要逐继上报 逐继上报 间隔多少 两小时 那么一般事故 报到事业级 安全监督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和富有安全监督 管理职责的相关部门 就行了 那么 加大事故 报到省一级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必须报到国务院 够了 就掌握那么多 其他不要 就是上报的一个流程 事故等级的一个划分 把这个给我 搞清楚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管了吧 那当然 最多最多 再把哪个呢 报告内容吧 安全事故报告 报告内容 给我看一看 12356 对不对 首先事故发生的 单位概括 发生的实践地点 现场情况 然后 检要的事件经过 伤亡人数 经济损失 采取了 现场采取了哪些措施 其他要报告的内容 不用管 其实就是前面的1235 专划大厂里面的1235 这个得给我看看 然后 这个地方 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 我给你们勾几个点 做选择地备考 229页 里面的 第二大点 成本管理方法 选择原则 试用性 灵活性 坚定性 和开拓性 正好四个选项 可以做多选 第二个 第三大点 成本管理的基本流程 你们在项管里面叫做什么 鱼机空和粉考 成本预测 成本计划 成本核算 成本分析 成本考核 对不对 那其中 其中成本预测的时候 是对人财机直接费的一个预测 然后成本计划 没有具体内容描述 成本的过程控制 成本控制 主要是对人物财力的重置 然后紧接着成本的核算 这个地方核算有 表格核算和会计核算 两个名词多选题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成本分析 分析有比较法分析 因素分析法分析 和差额计算法 还有比例法 正好四个名词 做多选 做多选 好 那么下面第四大点呢 第四大点不用管 它有五个名词 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第五点呢 同样的有多少 有六个名词 我们也可以不用管 第七点呢 成本控制 目标控制 主要依据是什么 承拨合同 成本计划 进度报告 工程变更 那么这个是四个的 可以作为多选题 然后呢 成本目标控制的方法 理论方法是什么 这个地方有几个名词 一二三四五 太多了 不要了 但凡太多的就不要 成本控制的重点 人才机 这些呢 都是作为选择题的 因为什么成本控制 基本上在我们市政上面 就不会考 不会考 然后紧接着 验工计价 验工计价 那么验工计价呢 这个地方就会讲到一个工程量清单 工程量清单 那么我们整个国家资金注入的项目 必须采用工程量清单 计价 同时呢 采用综合报价法 综合报价法 那么这个工程造价 主要包括的是 分布分项工程费 加措施费 加其他费项目 加规费和税金 这个造价综合报价的基本组成 你得知道吧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吧 基本组成你得知道 好 第二个呢 措施费项目中 安全文明施工费 和归费 以及税金 能不能作为报价时候的竞争性费用 不能 这几个都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不能做竞争费用 那么至少这两个是可以考多选题的 综合单价的一个基本费用组成 以及里面哪些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这个得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好了 紧接着呢 就是我们的验工计价了 工程量清单的一个计价 那么计价在投标阶段的时候 那个可以不用管他 那么主要是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 好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当我们清单有漏项了 清单有漏项了 然后呢 或者是非承包人原因 导致的工程变更 新增了工程了 那么这个新增工程的单价怎么确定呢 新增单价 新增工程的单价呢 这个在变成索赔那个地方 我讲过的吧 有的啊 有的 有类似残杂论 类似的 如果原中和单价的人没有 承包人提出发包人书面确认以后 可以执行 对不对 好 那紧接着 又由于工程量增减 非承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量增减 工程量变化 或者新增工程 导致了什么措施费发生的变化 那么措施费变化的时候 怎么办 原中和报价里面 已有的措施费 按已有的 没有怎么办呢 承包人提出发包人确认以后执行 好 这是措施费项目调整的时候 好 那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导致什么东西 呃 这个工程量增减超过合同约定幅度的时候 约定比例的时候 那么搬价是否要做调整 这个在变成索赔那节讲过没有 乘上调整系数0.9 1.1 批发变零售 零售变批发 还有印象没有 好 有印象 好 那么紧接着 还有一个呢 材料 价格波动 超过一定幅度了以后 那么要对这个材料价格进行调整 同样 这个点上面没有可记的 什么原因呢 按合同约定 按合同约定 对不对 按合同约定 所以这个点上面也没有可考性了 所以这个点上面也没有可考性了 那么还有一个不可判定 不可判定是我们索赔里面说的哪个老天爷责任的那个老天爷的责任是各自承担损失 注意里面的材料和第三方损失是由建设单位承担的 建设单位承担的 而事工单位承担的是自己的设备人员 自己的材料 工程实体 半成品 成品材料 以及 设备 事工单位的责任 老天爷的责任 对不对 就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点上 那么这些呢 其实我在前面讲 这个工钱的那个合同管理里面 我都是讲过的 举过例子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大体上提一下 当时讲的时候 他的没有文字依据 文字依据就在这 然后呢 验工计划 直到活干完了以后 进行一个什么东西 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 好 竣工验收呢 这个点上面 要求大家要背这么几个内容了 第一个 前批和分享工程验收 谁组织 谁参加 专监组织 然后项目部的质量负责人 或者是技术负责人参加验收 这个是检验批和分享 然后分布工程呢 要总监组织 项目的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参加 进行验收 好 然后紧接着呢 紧接着 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涉及到 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 还要邀请什么 勘查设计单位参与 好 单位工程呢 单位工程 项目施工单位 质检合格的基础上 报谁啊 报监理单位 由总监组织 预验收 预验收合格了以后 由施工单位 提出 竣工验收的一个申请 申请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 竣工报告 提出竣工报告 申请 竣工验收 然后由建设单位 组织 勘查 设计 监理 施工 等单位 进行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以后 出具 竣工验收报告 那么竣工验收报告 谁出 建设单位 竣工报告呢 施工单位 这个大家就要分清楚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就牵扯到 检验批 分布 分项 单位 他们各自验收的时候 谁组织 谁参加 这个首先要搞清楚 这个是有可能 在案例题里面考到的 有可能在案例题里面考到的 好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参加验收的人 里面的负责人 他应该是什么 单位工程的 验收人员 应该具备 工程建设相关 专业 中级以上职称 且要五年内式工作经历的 这是验收人员的一个 基本条件要求 同时还有一个 涉足到结构安全 使用功能的示范 我们要按规定 见证取样 对涉足到结构安全 使用功能 节能环保的 我们还要进行抽样检测 这个要求要配吧 对不对 好 然后验收里面呢 我们的验收内容呢 又包括主控项目 实测内容啊 实测项目又包括 主控项目 一般项目 主控项目合格率百分之百 一般项目合格率百分之百 相当于双划大案里面的 第一小点 第四小点 第五小点 黑体制 你得给我看吧 好 然后下面第二大点 验收 验收的合格依据 检验批的 我们不管 检验批的 考到的几率要小得多 那么至少是分项的 分项的 所含检验批 验收全部合格 然后呢 所含的质量验收 记录完整正确 质量保证资料 和验收检测资料 齐全正确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定 分项工程验收合格 分项呢 所含分项工程 质量验收全部合格 然后第二个 质量控制资料 完整 第三个 射出到结构安全 使用功能的验收合格 第四个 外观质量检查验收 符合规判要求 这个时候分布验收 分布工程验收 判定合格 相当于 231页这个地方的 分项工程 分布工程 它的验收合格 判定依据 要求大家掌握 至于单位工程 子单位工程 这个做一下了解吧 单位工程 所含 子单位 或者是分布工程 验收合格 质量控制资料 完整 涉足到相关的 安全和使用功能的 验收资料 完整 主体结构 试验检验 抽检结果 功能试验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外观见地 符合要求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定 单位工程验收合格 还有一种呢 验宫报告的内容 验宫验收报告 我们可以不用管 因为那是建设单位的 验宫报告是哪个 施工单位的 所以双话大一 232页双话大一 里面的验宫报告的主要内容 包括哪些 这个要备 这个要备 档案管理不用管 档案管理不用管 然后还有一个 在234页这个地方 第二大点里面的 第三小点 当需要占入或者挖掘市政道路的时候 必须取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以后 才允许挖掘既有的市政道路 下面第三大点里面的第二小条 需要对绿化用地或者是绿化树木 进行砍伐移栽占用的时候 需要经得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以后 才能实施 这两个单独记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几天金奖课 管理部分呢 我主要是把一些重要的知识点给大家提一下 有计算的呢 已经带着大家算过了 那么下去以后呢 还有一段时间才进入我们的一个冲刺课 那么所以在这段时间 务必把我这四天上的内容呢 该背的要背 该理解的要理解 需要大家会计算的 务必理解的计算 去学会计算 好 那么辛苦大家了 今天又头疼了 就到这吧 休息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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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